哈喽各位亲爱的伙伴们 欢迎你们来到大鹏教育的直播课档 我是你们今天的竹江老师 今天在开始之前呢 咱们先测试一下设备啊 如果大家现在能够啊 清楚的看到我PUT画面 也能够清楚的看到啊 能够听清我说话的声音的同学 就往敲一个数字7就可以了啊 哎呀胖爷呀 胖爷咋了 说的是养生 怎么了 你这干啥了 最近 怎么不上我的课 这就受伤了 就是一来到我的课 就要疗伤了 行啊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啊 你过来小风车 你敢过来吧 晚上好啊 维他命 能不想你们吗 是吧 你看一想你们啊 我就非常的开心啊 那你这身体啊 得要养着了 好嘞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啊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到的是关于咱们旅行尾log的一个后期制作部分啊 今天咱们要操作这样一个案例 当然的话啊 我给大家呃在最后的时候会提供两种方案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拍摄 也可以用我提供的素材去做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嗯 好 在讲之前呢 给大家说一下 上一 上一节课 我建了一个作业通道 也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素材 有同学说 没有这样一个西藏随行的一个文案 我的素材重新上传了一下 大家可以在官网自行下载就可以了啊 自行在官网下载就可以 然后的话啊 咱们接下来的话 我再说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素材 今天素素材呢 稍微有一些多 我先把PVT给大家关了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关于今天的作业素材 好 在这里 这个作业素材当中呢 你一看非常的多 它有什么 第一个 这是有关于 颜色预设啊 也是包括一些调色方面 这个比较适合一些 偏向于一些温柔型 像温暖型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片子 你可以 无论是达芬奇也好 或者是说PR也好 都可以啊 自行去添加 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视频素材 这个视频素材 它是一个灰片的一个拍摄形式 关于灰片 有没有不理解的同学 什么是灰片 伤筋动骨一百天呀 是的 这个我特能理解 因为在之前上学的时候 就有那么一段故事 是非常难受的 就是log 什么是log 你要大致的给我讲一下 它是一种log模式 对每一个机型来说的话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的呈现 那大家可能看上去来说的话 就是为什么它的曝光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片子 你肯定会觉得 这个摄影师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个拍摄者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就拍着啥玩意啊 你这次为什么老灰灰的 那么在这里 它刚好和你想的是相反的 它能够把这些啊 我给大家圈一下 那灰片它最重要的就是保留亮部 亮部 还有像比如说是暗部 这个话也比如说像暗部 这些细节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的拍摄当中 如果你自己拿起手机拍摄的时候 遇到这种晴天 尤其是室内和室外两个光线 它的反差非常大的时候 你会很头痛 如果你拍的不是灰片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非常头痛 如果你想让人物曝光准确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暗部好像也太暗了点 那如果想让其他的部分 在曝光准确 你会发现人物啊 已经曝光过度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拍摄的是一个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啊 不通过打光 只是通过自然光啊 这个时候你去拍摄 不拍摄灰片的话 它的亮部 还有包括暗部的细节 你是保存不到的啊 你是保存不到的 所以说 这就是啊 尤其是大晴天 或者是说 遇到室内室外反差比较大的时候 你用灰片 是能够把你很多的画面信息保存下来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灰片的一个用途是非常重要的 遇到晴天啊 一定要这样 那你们的每一天啊 都是晴天哦 行啊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 又让你们啊 想起什么是灰片 然后的话啊 有视频素材了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音乐 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提供的主要的啊 还包括一些欢快的 清新的 等等的啊 这些 你都可以自行去添加 或者你自己去换一个背景音乐 都是可以的 还有包括在这里的话啊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转场的颜色预设 还有一个 转场的一个音效 还有转场的一个预设 这个转场的一个预设呢 很适合用在咱们的旅拍里面 这个非常实用 如果是上过我课的同学们的话啊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素材包了 啊 我又担心可能之前没有上过达芬奇课程的同学 没有这样一个素材包 所以说我在这里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下 而且它是汉化的 就比如说你用到一个转场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是缩放模糊效果 这个是其他的等等效果 非常实用 这两百个啊 不需要特别多 不需要特别多 就是哎 就那么经常用几个啊 经常用的那么几个 你拿来用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添加特别多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你添加太多的这样一个 这个比如说转场 或者说啊 等等的这样一个插件效果之后呢 你的工程是非常卡顿的 就相当于你玩游戏一样 你看了那么多外挂啊 它的运算能力啊 就是达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就要求 所以说啊 你这个必然会卡顿的 所以说啊 一定要注意 然后还有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文字标题的这样一个啊 模板啊 你看阿波都说你油腻啊 我真的啊 你这个啊 赶紧啊 蹭蹭油去啊 好 在这里的话啊 大家要记住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文字标题的一个预设 通过这样一个预设的安装 咱们会获得啊 一个很快的一个偏头效果 所以说这个啊 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 可以通过大众联网 它的素材一般来说都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载 这个就是一个颜色预设啊 刚已经说了 这个是它压缩包 然后在这里的话 哎呀 这好像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颜色预设啊 在这里 这个估计你们要了也没用啊 这个可以啊 不要 还有一个 这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文字预设的安装啊 方法 样片啊 还有包括一个长样片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是一个长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咱们的平台呢 只支持三分钟以内的视频 只支持三分钟以内 那么这个元素材的购买者呢 是一个B站的up主 它的素材一般啊 它的视频一般都会在三分钟以上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都会给大家去提供啊 就是两个 就是比如说一个短的一个长的 都会给你们提供 然后呢 你们自己去参考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们自己交作业要记得 是三分钟以内的这样一个片子啊 要记得 是我给你看的那个纽约纽约吗 有一个视频就是韩国和地铁的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里面有几个 是哪个博主拍的韩国的是吧 我有点印象啊 我今天可以再给你看一下 有的它可能是用曲线变速 如果是用到转场的话啊 转场的话 它可能是用到插件去做的 欢迎啊 黄老太太同学啊 我想起来 等我找到那个视频 等我讲完课 我给你看一下啊 那个 好 那么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把整个的一个文案 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文案 自己去做一次 自己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案 给你自己啊 规划一个地方啊 比如说是家里也好 或者说你公司也好 或者说 呃 这个其他地方啊 都可以 或者说你楼下啊 都行 你可以按照我这种方式啊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啊 是哪里 比如说 呃 墨尔本 地点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啊 是在啊 这个比如说 他来到了法国烘焙店 呃 然后第三个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他们怎么去吃的 所以你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啊 分成这三个部分去做 呃 无论说是哪 哪一个地方啊 无论说是你家楼下 还是包括你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去逛一个商场 或者你去健身啊 在这些地方 你都可以把它罗列出来啊 把它罗列出来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一个文案啊 记得字幕的一个添加 字幕的一个添加啊 墨尔本的秋天是吗 整个文件有多大 整个文件的话 大概是 我看一下啊 给你看一下 才几百兆吧 不大 才627兆 啊 很小 好嘞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的主要的一个长样片 长什么样子 咱们旅拍里面的 视频素材 很多都来自于这个up主 他们家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帧 这个同学问的问题让我 不知该怎么 从哪方面回答你 墨尔本为啥不是不离黑呢 墨尔本这几天一直阴雨绵绵 我在家带的都快发霉了 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大晴天的好天气 我一定要把自己带出来晒着太阳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到了墨尔本的南市场 然后准备发掘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平燕你帮我回答的好 我身后这一家法国宫备店是我每次来买 我身后这一家法国宫备店是我每次来买 这一家法国宫备店是这种必须光顾的任务 然后这一次也没大风收 我买了一个可力露 还有一个火茶味的可送 还有我特别喜欢增加攀单味的任何甜品 这是我们丰盛的午餐 我点了一个生蚝 然后还有一些扇贝 然后龙虾 好像你一个朋友是吧 还有虾仁 然后这是何敦君最爱吃的鱿鱼虚 这是在国外 什么叫道姑朋友啊 你们这聊天聊的啊 感觉各自在聊 各自的还挺嗨的啊 你看pro的话可以提取视频的字幕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一般来说的话 简硬是识别度非常高的 那看来这女孩长得还挺大众的 什么 缘分了啊 好了啊 好嘞 嗯 好在这里的话 大家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片子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千万不要交三分钟以上的片子啊 一定要交三分钟以内啊 你做到两分钟 一分钟啊 一分多或两分多都就可以了啊 或者是刚刚好三分钟都行 但是不要超过啊 三分十 三分 十秒钟 或者说啊 三分二十秒 或者像这个啊 三分三十九秒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嗯 还需要提取字幕的啊 提取字幕的视频 这这还需要吗 简硬啊 简硬啊 啊 行我今天交给你们 今天交给你们 特别好用啊 特别好用 我告诉你们今天 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啊 行你进门啊 既然要求那么高的话 我就跟你们说一说啊 今天特别简单 嗯 行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来聊一聊 这样的一个片子 在这个片子当中的话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嗯 首先呢 你要去想啊 包装自己的片子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现在的思维方式 要想着怎么去包装自己的一个片子 那么在这里这个片子用到了哪些包装 请回答 啊 1988 请回答啊 各位同志们来吧 嗯 虽然会 行吧啊 待会的话等我讲完课啊 交给你们 没错啊 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要记住你的主题啊 你的包装要切合你的主题内容 在这里整个来说的话 它是什么 而且这里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快剪有没有 快剪的话啊 还不如剪映 你用剪映红页 那现在我觉得电脑板最好用的一个剪辑软件的话 就呃 那个比较简单呢 就剪映了 嗯 好 在这里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像比如说 它是在国外 那么这个城市的话 它也是国外的 所以在它的片头包装里面 它用到的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包装 那如果是说 你是一个古风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话 那么就需要啊 比如说我穿汉服的一天 那么我就不可能 用这样的一个字体的包装 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呢 偏向于古风 手写字体的啊 一定带有一些书法性的这些字体 才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啊 第一个 它的片头的这样一个 字体包装 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实用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们现在做任何的视频 为什么会觉得做的和别人的落差感是非常大 老师哎 我觉得我剪辑还可以啊 但是为什么感觉和别人的片子对比起来 我总感觉到视频缺少了一些内容 那就是这些东西 包装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啊 你要记着你的这样一个字体的包装 它选择的就是比较的轻松 愉快 清新 这样的一个字体包装 因为你拍摄的是一个尾log 大家知道什么是尾log吗 虽然我在开始的部分没有给大家去强调这个尾log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现在啊我要跟你们说一说什么是尾log 全称是什么 啊 别写错了啊 不知道 马天宇先生不知道 关键先生不知道 啊 那看来我这第一节课啊 啊 不到位的 行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尾log 尾log来说的话 它就是非常简单的记录方式 啊 我相信你们觉得都看过啊 某一个博主啊 面对的镜头啊 去说哪些啊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我来到哪里呢 然后我又做了什么啊 等等一些之类的内容 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日记 但是它的呈现方式 它是以视频的方式呈现的 它不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 以前大家都写过这个作文 这个作文啊 老师啊 怎么让你怎么去练啊 从现在开始 你要是学会自己去写日记 把你自己自己一天啊 做什么 用文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那么在这里 它是一个文字 那到视频当中呢 咱们叫做vlog 它的翻译是video blog video 这个是视频的一个意思 然后blog 它是一个博主的这样一个日志 从这个vlog来说的话 最多开始还是从国外 所以在这里啊 简称的话 咱们把这个b去掉的话 就是 简称就是v 然后log vlog 所以vlog是这么来的 在刷抖音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vlog的呈现内容 是非常的日常化 都是和生活为主的 所以说这个啊 我给大家去说一下 那么同样的 它的方式是生活化 那就需要用到两个字 真实 只要把你的生活真实的去记录下来 大家都会喜欢去看 想要知道 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比如说我是一个明星啊 虽然我现在不是明星啊 假设我是一个明星 我把我的整个的啊 就是明星的一个状态 还有包括我的工作内容 通过vlog的这种形式 给大家呈现出来 这个流量是不是会很大 本身明星就自带流量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 他的粉丝群体会喜欢啊 会关注他 他也觉得哎 能够去分享到他的生活啊 特别喜欢看 因为大家会好奇 对于他的生活好奇 明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哎 机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啊 比如说秦连老师是一个啊 当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啊就比如说啊我还挺好奇 你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vlog啊到现在来说 短视频的一个流行 它的呈现方式会特别特别多 比如说你也可以把你自己做了一顿饭啊 通过拍视频的一个方式呈现出来 也是在记录你自己的生活 把它发布到平台上之后啊 然后再加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小人设啊 比如说公务员啊做美食的这样一个议题 再加上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标签 哎他的点赞量就来了 所以整个的现在短视频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逻辑 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首先同样的大家都是做美食 那为什么啊有的人做美食流量就非常高 那有的人做美食流量就非常低呢 原因在这里啊 你首先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人设 有人设之后呢你的视频的一个内容 还有包括它的美观度啊都要有了 也带有一些创意性 那整个来说的话 你的视频哎 这个质量就上升了啊 在整个流量池当中呢 那某些短视频的这样一个平台 就会给你往上去推 给到你的流量就会越来越大 像滚雪球一样 嗯 好这个里来说的话 就相当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旅行的维导哥 他来到了哪里 他来到了这样一个南市场啊 南市场 维导哥呈现行呃呈善呢 快和慢的话看平台 你像抖音的平台来说 他的维导哥就不能够太长 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那像B站来说的话 维导哥的节奏一般偏慢 他是比较长一些的 大概三到五分钟以上 有的甚至都有十分钟以上的视频 所以说这要看平台啊 平台的整个的一个调性 好这个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关于什么是维导哥啊 大家要记住什么是维导哥 啊 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拍摄这样一个维导哥 就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 现在啊 就构思一下想要拍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这是一个片头的一个包装 嗯然后接着咱们再往后看啊 好刚刚呈现的都是空镜头为主 但是也有一些人物存在 那么这一系列的镜头剪辑在一块 他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啊 所以在旅拍课程的后期里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最重要的不是我教你们去剪辑了 我要去教你们的是 你们怎么去想 啊 要去想这个片子 他为什么要去这么剪啊 他这么剪的一个目的性在哪里 通过刚刚大概23秒的这样一个时间 你们所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啊 整个的这些镜头 阻结在一块 他告诉你们什么了 啊 惬意啊 非常舒适 你们是不是也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啊 节奏是比较慢的 啊 没有那么快 因为本身来说的话 像类似于这个围导哥来说 可以叫做到某一个地方啊 你旅游旅游最重要的舒适 惬意放松 而不是一个快节奏的 那必须的啊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干货 我把这个啊拿过来 来吧啊 因为我现在要激发你们的脑筋了 那我可不是说简简单单去教你们拼接镜头了 拼接镜头非常简单 但是想要剪的好啊 那你就要认识片子了 嗯 小学写作文的感觉来了 哎呀 这看来关键帧啊 一看这个作文写了就应该不及格吗 啊 来吧 通过23 23秒 大概啊 咱们算它的一个镜头数来说的话 大概是在10个镜头以内 每个镜头它都代表了某一种含义 阳光正好啊 微风不燥 天气不错 啊 这个呈现的都是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啊 也有一也有一方面啊 比如说阴天怎么去拍 阴天大家想一下 它比较适合什么 嗯 阳光啊 是吧 心情还不错 我相信无论你的内心当中啊 阳不阳光 但是当你看到阳光的时候 一定是开心的状态 它肯定不是伤心的状态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啊 像我刚刚说阴天 阴天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抒发情绪的 抒发情绪 像呃 再给你们说一个小秘密 你们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要到了某位啊 比如说情侣之间 他们分手了啊 要表达啊 他们这一场戏啊 怎么去表达 那肯定要通过一个雨景 那也就是会下雨 那或者是说不是情侣啊 比如说亲人之间 产生这样一个矛盾不好的事情 它也会通过下雨 所以说下雨 这种啊 像比如说阴天啊 还有包括 乌云密布这种天气的话 它都是在传达一种压抑 啊 忧郁 伤感的这种情绪啊 分手必下雨 大家已经发现了吧 是的 啊 没错 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啊 为什么呢 就是通过画面 让大家去感受到那种情绪 啊 那种情绪 所以在这里同样的 它的画面传导信息 带给我们 就是今天天气不错 哎 我出来溜个包了 我出来干嘛呢 啊 我出来来逛一逛南市场了 所以说啊 这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 你们要啊 知道的啊 今年晒够了啊 不想看到太阳了 反正我告诉你啊 之前为了整这个啊 小壳包的啊 这个vlog的这样一个项目 我已经晒黑的啊 行啊 在这里啊 咱老往后啊 再给大家去看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不错 但是感觉 这个天气来说的话 嗯 这个花啊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我感觉 这有点像 这个春天的感觉 有一种像 桃花 啊 广东的清空 是吗 嗯 对有一种春天啊 春暖花开的感觉 这个就是画面传 传达出来 这样一个画面信息啊 桃花 还是樱花 对它这个树叶 有时候看不清啊 然后在这里的话啊 加入了一个光影 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遇到天气晴啊 类似于这种光影 光斑的感觉 可以去拍一拍 记录下来 嗯 是梅花吗啊 你通过这些花 就能够判断 大概它的季节 比如说樱花的啊 还有一个 就是生活的小趣味 Vlog 给大家说一下 它记录了生活 它绝对不是单调的生活 我再打个比方 你们喜欢单调的生活吗 应该不喜欢吧 大家都会喜欢丰富多彩 有趣的生活 再比如说咱说到人上面 如果啊 你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肯定不喜欢这个人 特别单调 啊就是感觉这个人特别平啊 你一定喜欢这个人是非常有趣 幽默的啊 无论是说啊 这个人适合你什么关系 你一定喜欢这种人 因为为什么你和他在一起 比如说很开心啊 很放松啊 而且他哎非常有趣 能够带你带给你的是一种啊 叫做啊 让你开心的一个状态啊 有趣会让人开心 如果无趣的话 你和他待在一块啊 就比如说他可能像个棉花一样 你打了一拳上去 然后毫无反应啊 不能给到你及时的反应的话 这个是很那个什么来着 是很无聊的 对 所以说尾log 还有一个点啊 对于这个咱们在拍摄一些镜头的时候 一定要拍摄一些有趣的 哎这种小生活场景呢 就比如说这个啊 这种哎 这个人哎晃来晃去的啊 还有包括这些精致的啊小物件都可以 要体现你的整个的一个品位是怎么样的 好嘞 这个是在店铺里面当中 他所拍摄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最重要的啊 就是利用到了一个镜像影子 利用这样一个视角去看整个电源 我觉得也是 叫做一个新颖的这样一个视角 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视角 然后来到了啊 在阳光哎 正好的这样一个白墙 非常简约 然后的话啊 在这吃早餐啊 吃早餐喝咖啡 呃 像他吃的早餐的话 比较偏西式 也就是甜品类的蛋糕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像啊 这个咖啡大家都知道西方化 咱早餐啊 就是像比如说我来了北京之后啊 这早餐啊 就一般来说啊如果是中式一些的啊 包子油条啊 豆浆 然后像还有比如说胡辣汤啊 还有像这个豆腐脑啊 北京豆腐脑啊等等的 你看这个就比较中式 那如果西式的话啊 那可能是 汉堡 还有包括面包啊 这个来杯咖啡啊 是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也要看大家啊 这是个人这个喜好了 不是豆汁吗 绝对不挑战啊 豆汁那 那真的啊 那个你们可以来了北京之后挑战一下啊 北京的话有 然後在这里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没有加任何的插件呢 它就是通过前期的一个运进方式 通过前期的一个运进方式 然后给大家呃呈现了一个转场 上一个镜头 它也就是说相当于它的一个就是 落伏 它落在什么呢 它落在了天空 然后它的起伏 第二个镜头起伏下来了 这个呢就是在咱们的旅拍里面 会比较常见的一个运镜方式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一定要学会 好嘞 然后接下来啊 刚刚给大家解读到了 就是通过那几组镜头 告诉大家今天天气不错 然后啊 这个我出来溜班了 然后再给大家去看到啊 墨尔本这个男市场 它周围的整个的一个环境 是怎么样的 墨尔本啊 像它是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城市 可能到了某一个季节 比如说啊 这个维他命 它刚好是在重庆 那么重庆的话 它有一个俗称也叫做 雾都 为什么是叫做雾都呢 它的下雨的天气会比北方要更多 那下雨量可能会比北方更多一些 所以说啊 你可以说他英语绵绵啊 你也可以说他啊 等等的 还有像 像哪里 像如果说你来了北京 这个天气来说特别舒适 真的啊 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就非常不错 又不冷 又不热 刚刚好 非常的舒适 真的 北京的秋天 我觉得是我最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也是夏天 但是南方的话 如果下雨下多了 它就会有一个 就是梅雨季节的话 就比较潮湿啊 所以说南方会比北方 也要会潮湿一些 行 就是从地域上面给大家去说 所以在这里的话啊 Murban这几天一直阴雨绵绵 所以终于放晴了 所以我来了啊 这也是在告诉大家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今天为什么会来南市场 大晴天啊 我一定要把自己带出来 晒晒太阳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 顺便把我自己带出来 晒晒太阳 就来到了 墨尔本的南市场 然后准备发觉一些 好吃的好玩的 旅游嘛 玩的就是什么呢 玩的就是吃喝啊 玩乐 好嘞 然后呢 给到这样一个背影 由这个背影 带着我们去到 墨尔本的整个的 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说它的一个 镜头的阻击楼 就非常简单 带着大家来到 墨尔本的一个市场 那么这个南市场 给大家展示的是 整个的啊 南市场的一个建筑 大家在旅拍里面啊 也要记住 你去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一定把它的一个外观啊 整体的一个外观 也相当于啊 这个建筑物的全景 也拍下来 把周围的环境拍下来 这个镜头非常重要啊 在这里它加入一些旁白啊 这个字体不需要特别大 不需要特别大 只需要啊 这个小字体啊 能够让大家去看得清 然后你的字间距稍微宽一些啊 不要拥挤啊 拥挤在一块 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展示到 南市场里面的一个状态 在市场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在中国的市场的话啊 估计这个画像很难出现 那么在这里啊 当然这个人的话 我没有去查过啊 不知道主要的啊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能够一般被画到墙上的这些人的话 肯定是某在某一些方面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就的 这是一些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这个是鲜花 从这个镜头上面感觉和咱们国内啊 也差不多 然后在这里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偏向于啊 简约风的一些家居类的这种小商品 这个就是生活用品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啊 在这里它会有一个重点 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你得给大家去介绍啊 因为我们我们是不了解的 你了解呀 你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个 就是主要的背景调查嘛 背调啊 你要知道啊 哪里啊 是你的重点 第一家来了 二是烘焙 为什么喜欢这一家 你要告诉大家一个原因 所以啊 就像有时候咱们在说话 表达的时候 你要有理有据的 你会发现 别人可能在听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认真啊 他不会这个听到你的表达啊 觉得云里雾里的 他就听不下去了啊 你比如说我讲课 我讲的云里雾里的 大家故意都听懵了 这个景调老师讲课 咋讲的啊 怎么讲成这样了 是吧 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在咱们画面表达 还是包括你说话也好啊 你要把整个的就是 前因后果 给大家介绍清楚啊 在这里啊 这家店呢 也就是它相当于 它的一个特色叫做啊 现做新鲜的这样一个啊 原则 哎呀妈呀 这个我的弹幕区啊 果然我发现 你们这个 这个灵活应用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啊 现在都知道啊 这个拍成尾log了啊 我觉得也可以啊 好那在这里的话 大家买到的啊 都是刚出炉的 这样一个面包 那新鲜 好嘞啊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购买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的话啊 为什么大家会看到一个跳呢 是因为在它前期拍摄的 一个素材当中的 就是因为是真实记录 有时候在旅拍的时候呢 你这样一个动作 它可能不会再来第二遍 你也不可能再给小姐姐说 咱在我刚刚没拍到 我需要再拍一遍 要不你帮我配合一下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一般来说的话 咱们要 就是及时抓拍啊 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 就是 各校转场也行 所以在这里 就是整个的 它的一个购买过程 我在这里的话 它主要给大家讲到的是 什么来着 它买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甜品 比如 是什么什么 会给大家去介绍 我为什么去买它 就是一个分享 所以说尾log真实分享 很重要 但是你分享的东西呢 就是一般来说 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会更好一些 还有 一个火茶味的可送 还有我特别喜欢 中家 汉丹味的任何甜品 又吃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们大概捡到 就是刚刚啊 那小姐姐吃完之后 也就差不多了啊 捡到这里 就是OK了 然后后面的话啊 这个是 鱼市场了 它们要来到海鲜 你问为什么啊 我会知道 这样一个鱼呢 先来告诉我 为什么我知道 它是要 鱼市场了 这是个鱼 所以说呀 咱们一定要把 每一个有标志性的建筑物 它是表明了某些信息 你一定要拍下来 一定要拍下来啊 那好嘞 在这里的话啊 就给大家去介绍 主要的一个海鲜内容 包括那个鱼眼睛啊 你可以不用啊 标注和它一样 你也可以加入一些表情包啊 都行 高颜值的海鲜 这个 它们就是 直接的啊 买完在这里啊 直接吃 没有座椅 这应该是比较偏向于什么呢 快餐 这是我们丰盛的午餐 点了一个生蚝 然后还有一些扇贝 然后龙虾 还有虾仁 然后这是河豚君最爱吃的鱿鱼区 这个它说到河豚君的话 就是它背后拍摄这个人 然后整个的一个吃的这样一个过程 还要把鱼眼睛抠了啊 还要做个转场啊 鱼眼睛太小了啊 不适合啊 在这里的话 接下来的它是对于食材的一个介绍啊 食物一个介绍 辣白菜 很多食材的搭配不常见 却意外好吃 然后中间那一层是金枪鱼 上面这一层紫色的应该是紫橄榄菜 这一片呢 右边是牛肉果 然后左边是三文鱼 下面是五个鱼 在这里的话 为什么会选用这样一个镜头 这肯定是相机拍的 对如果是大家手机的话也可以 因为生活嘛 它对于一个器材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那么严格啊 没有那么严格可以用手机拍 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留有这样一个镜头呢 你在选镜头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开心的画面 对阿布学阿布阿布啊 说对了 就是开心 然后在这里的话 它也要规避一些啊 可能比如说 是你发不到一些啊 网站啊 有一些这个 肖像权啊 一些保护 所以说它那个镜头来说的话 就没有说是让直接 人物是清楚的 是买到的咖啡 饮品 然后啊 它再去逛了一些啊 其他的啊 蔬果方面的 没想到啊 在我这里啊 又有了啊 好嘞 然后啊 来到了最后的一个结尾 刚刚应用到的 其实它是有一个遮挡物的一个转场 利用到的是一个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有一个遮挡物转场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看啊 人物啊 是用到了遮挡物的转场 然后通过咱们的一个就是 那个遮挡 蒙版 换一个蒙版 把它抠出来 然后啊 进行了一个转场 这是换场景了 是换场景了啊 好嘞啊 在这里的话就给大家啊 说完了 嗯 如果说你想要你的手机 有一些虚化效果的话 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呢 一些专业性的手机APP 啊 也有 但是可能要付费 那个的话 大概几十块钱以内啊 几十块钱以内 这肯定是啊 这个用蒙版啊 蒙版制造转场 蒙版制造转场是要画的 然后呢 把它抠掉 然后再叠加你第二个的一个转场画面 就可以了 行 这个呢 就是通过一个短片给大家去解读 啊 刚刚咱们怎么去包装自己的这样一个片子啊 字幕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添加 在添加的时候 的话 嗯 我说一下啊 这个字幕再添加了 不要特别大啊 因为如果一旦特别大了 有的就不好看 所以要结合你的画面去做 上下支服呢 大家也可以根据情况 你去做一个上下支服都可以 嗯 还有包括在结尾啊 我再告诉大家怎么去结尾 它的结尾方式呢 比较简单 你也可以通过添加什么呢 一些文字 一些简单的一个文啊 一些抒情的方面 你去添加一个啊 这个最后的结尾都是可以的 相当于你的片尾 OK 最后的话就是它做了一个淡出的这样一个效果 啊 画面淡出把音乐淡出就OK了 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咱们旅行尾log啊 它的呈现方式 那么我今天呢 也会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呃 Protect 呃对 是这款软件 嗯 这个的话要 看大家 嗯 它的话里面也会有一些专业性的设计啊 有一些虚幻效果也还可以 但如果是说你想要一些虚幻效果 有的手机本身性能就有 像比如说苹果13 苹果13呢 为什么会稍微好一些呢 因为它会有一个电影的一个效果 它会啊 自动的 在变焦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背景的一个虚幻 就会有景深效果 嗯 呃 模糊的话 后期的话做不到完美 啊 还是得前期啊 去拍 但是如果是说 你想要就是用手机去练手的话 还是可以的 嗯 啊 Promove 啊 这个也可以 Promove的话也是 OK的 但是这几款的话都是付费的软件 像Pro Camera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Pro Camera的一个缩写 嗯 也行啊 这个的话其实网络上面也会有一些 但是呢 就是缺点就是它会是一款付费的软件 行 这个的话啊 就是给大家去说到了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我进入到主要的一个实操方面 把我的工程给大家打开一下 我的重点啊 还是会给大家放到主要的调色方面 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很重要 你会发现啊 当你视频剪辑完成之后 如果你不调色的话 你的视频的质感是出不来的 所以说调色对于你的视频的一个质感 是尤为关键的 一定要把调色啊 调好了 如果是说你 对于颜色的一个敏感度可能不是特别高啊 那我推荐你的话 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颜色预设 因为比较好出效果 它就相当于检验里面的一个滤镜一样 降价买上买 可以的 用达芬奇可以不 就是用达芬奇啊 给大家去调 等一下啊 我的PR软件让它加的完成 这是卡住了吗 这是啊 等它加载一下啊 为什么那么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加了一个什么呢 外挂 就是添加了这样一个 文字标题的这样一个模板 你看这卡的卡的真的太卡了 在这里的话啊 主要的就是粗简完成的这样一个片段 这也太卡了 我把这个先删一下啊 嗯 起码是好一些的 然后这些素材呢 本身来说它是比较大的 这个没关系啊 这是字体的一个缺失 我上一次是不是告诉我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什么福利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啊 我好像是之前的我真的想不起来 你们可以提醒我一下啊 我要分享给你们一个什么福利啊 最近记忆力有点不太好 我一加预设就会崩啊 就是因为预设一加的话 整个的皮尔的预算啊 它是增大的啊 就是压力会有点大 所以说现在啊 我就把它给关了 行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些素材里面 你的素材信息要去看一下 素材还是比较大的 我这个是用没有压缩过的视频去剪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素材信息 帧速率来说的话 又是25帧的 50帧的 你看 大部分都是50帧 它为什么会拍50帧呢 也就相当于它为了方便后期 还有一个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大小 视频的一个大小 1920x1080 1920x1080 前期拍摄的一个尺寸来说 就是1920x1080 那如果大家在拍摄的时候呢 要注意啊 你们的一个设置 一定要把那个H.264的兼容性啊 这样有一个设置要进行打开 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行啊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 把那个粗简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需要你们自己去剪辑了 咱们粗简完成之后啊 接下来的一步的话 就是导入到达芬奇 对它进行整个的一个调色 那么在这里啊 为了减少达芬奇的一个预算 我把它的 已经取消链接了 我把它的一个音频 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一下 然后导出一个 XML的这样一个文件啊 ProCart Pro XML 然后啊 点击之后呢 咱们来到啊 主要的储存的这样一个地方 第四节课 我把它改一下啊 是从PR导出的 咱们就直接改成PR 导出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的话 把PR先关闭 然后把你的达芬奇 进行打开 等它加载一下啊 等它加载一下 好嘞 等它加载完成之后呢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找到你的媒体的 这样一个面板 咱们点击时间线啊 导入啊 IFEDLXML文件 点击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选择刚刚的 这样一个导出文件 咱们找到PR导出的 把它打开 在这里啊 点击默认就可以了 点击OK 不需要你去更改 任何的一个参数 然后检查你的 这样一个时间线啊 等它加载完成啊 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 好 在这里的话啊 大致检查一下啊 如果时间线啊 它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正常的 进入到你的调色面板 去做你整个的啊 一个调色就可以了 好嘞 那么接下来的话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有多少没有学过 达芬奇的啊 我问一下 有没有没学过 达芬奇的同学 有没有没学过 你们可以先打在公屏上啊 看一下 学会有点忘了 应该不会有 全忘记啊 行啊 拍灰面只有红点相机啊 才能拍吧 不是的 画画 像索尼啊 像全画幅相机的话 还有佳能的全画幅 都能拍 它是有一些系列 是能够拍的 像松 松下相机都可以啊 现在看了又回来一点了 是吧 行啊 只要你们有过基础就可以啊 只要有过基础就可以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问你们 这么一句话呢 我要知道你们的 这样一个基础在哪里 我就知道 接下来要怎么去 给大家去讲 这个达芬奇了 行了 那我就大概知道了啊 那关于一些 比较基础性的东西的话啊 我会每一次操作的话 都会给大家再去复习一下 让你们想起来 一定要学会去用 然后包括有一些 调色思路的话 我也会重点再去啊 敲打敲打你们啊 让你们记住 嗯 行嘞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刚刚的一个操作呢 是啊 咱们正常的 主要的一个操作啊 主要的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把你在皮尔当中 粗简的这样一个 XM的一个文件 导入到达芬奇 然后进入到 正常的一个调色面板 就可以了 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在一开始咱们要去什么呢 要去看你的画面的颜色信息 啊 画面的颜色信息 对 第一步的话 肯定啊 要调成啊 正常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一级教色 一级教色怎么去叫呢 首先你要去用眼睛去看 啊 看什么 整个画面 咱们要通过视波器 也就是分量图当中 去看它 红绿蓝通的啊 通过画面当中的啊 它的颜色信息啊 最高不超过啊 大家看一下 最高是达到768 最低啊 128 那相当于这两部分 暗部 还有包括它的高光部分 是没有信息的 是没有信息的 主要的集中是在哪一块呢 主要集中是在中灰部分 这个地方是中灰 所以大家会发现 整个片子的呈现 它就是一个灰片 所以在这里 你通过第一步啊 大家也会会发现啊 做完这一步 你也可以直接套用它的LUT 但是我教的达芬奇 还有包括到现在 我不会先让你们去套LUT 因为这样的话啊 你们会看不准 画面当中的暗部 亮部 还有包括中灰 它到底是怎么去看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啊 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首先教你的 肯定啊 是自己去恢复 也就是说 它的正常的颜色 我不直接套用LUT啊 LUT太简单了啊 好在这里的话 咱们主要的 在这个画面当中的话 把它恢复正常 就包括所有的后面的啊 咱们都要一级校色 在这里的话 有相当于呢 首先我会给暗部 给到这样一个信息 我把视播器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把你的暗部 进行一个加按 然后中灰 要进行一个提亮 整个画面当中 这样的一个啊 有光线 光线还不错 是一个晴天 那它比较适合调的一个 片子 叫做什么来着 叫做小清新 小清新 这个在达芬奇课程里面的话啊 就会给大家啊 去说到啊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把中灰部分啊 提高一下 然后再把亮部 适当的提高 但是要把对比度 再去加 加一下啊 你看我会加对比度 你看 整个加对比 但是大家可能会说 哎 老师我加对比啊 瞬间把它的高光部分 还有包括啊 它的暗部啊 都加的还不错 还挺明显的 但是在这里的话啊 在这里的话 它不好看 为什么 暗部太暗了 然后包括啊 整个的高光部分 太亮了 它是不适合的 所以说你不能够通过 加对比度 就是把暗部 还有包括亮部去拉开 是不行的 它只能相对应的啊 帮你加到啊 一点点 嗯 对 所以你要恢复啊 如果大家不知道 这样一个啊 尺度的话 你可以先啊 让它加的非常严重 然后再慢慢 哎哎哎 让它回来一点 然后回到一个合适的 这样一个啊 曝光就可以了 啊 这也不是啊 因为当时你们学达芬奇的时候呢 都是从来不知道的 所以说啊 通过啊 咱们约老师那样去讲 就把难度给你们降低啊 那当然你到了六合一了啊 我肯定我要教你们啊 怎么去 对吧 自己去啊 叫这样一级叫色 嗯 也就是一级的调色 行 那么在这里的话 咱们相当于对比度 你加到一个啊 大概还可以的 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接着暗部啊 大家看一下 你暗部如果再去加的话啊 整个来说的话 你暗部再加啊 它太黑了 它太黑了 所以在这里暗部 你也不能加太多 那你适当的 比如说中规 我再加一点啊 够不够 但中规在这个位置啊 它主要的呈现 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我会发现啊 中规加太多了 整个画面啊 太偏暗了 它也不好看 所以说中规 你不能加太暗 所以说还是得亮一点 然后在亮度方面的话 可以稍微加亮一点 小清新 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在这里的话 小清新呢 主要的曝光 你可以适当的啊 曝光它是可以适当的 过曝一点点 我说的是一点点 你不能够过曝的非常多啊 给大家看一下 不能过曝成这样 那就不行了 稍微的一点点 稍微一点点是可以的 对OK 我们在对比和之前的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之前的灰篇 这个是通过啊 我调整它的暗部 中规 还有包括亮部 去把它整个画面 颜色信息呢 是拉回来了一些 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要去调节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饱和度 要稍微的啊 高一些 饱和度适当的啊 但是在这里 我要给交给你们小妙招 就是这里的饱和度 千万不要加太高 加一点点就够了 加一点点就够了啊 千万不要加太高 你加太高之后 你剩下的就不好加颜色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剩下的你就不好加颜色了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啊 你就不能够一下加太高的保护度 适当的加一点点就行 加到50啊 根据画面这个数 这个参数不重要啊 主要的是看你的画面 行 我们对比一下 这是之前的啊 这是咱们加了之后的啊 还行啊 我再稍微的啊 再给大家来一点 还是低一些吧 因为后面的话 我还是要给它去啊 分别的在暗部中辉亮部 去加颜色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咱们现在的话 让你的保护度稍微低一些没关系 OK 然后播放你的画面啊 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什么呢 整个的高光上面来说的话啊 还是有一些些的啊 曝光过度的 所以说你把你的曝光的话 亮部再稍微的啊 暗一点点 稍微收回来一点 一点点就行啊 稍微收回来一点 OK 这个是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 OK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啊 这个就是怼着太阳去拍 然后拍出来这样一个光音效果 快捷键的话 是Ctrl加D 单个捷键啊 是Ctrl加D键 如果是多个捷键的话 就是Out加D键 Ctrl加D啊 这之前呢 这是之后的 OK 第一个啊 节点咱们就相当于呢 把它调的比较准确了 接下来你的批量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的批量 它不适合什么呢 不适合室内 因为是不同的光线条件下 拍摄出来的画面 所以说你不可能 所有的啊 都是批量的啊 一致的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我选择了一个批量啊 我把室内的都会啊 把它去除 选择的啊 都是在室外 如果是男市场 室外 咱们就把它选中 然后室内的话 你就把它留着就行了 OK 那么接下来的 咱们把这一段啊 留下来 然后把鼠标啊 批量操作 大家记住啊 把你的鼠标 放在第一个节点上面 按下 你的鼠标的滚轮键 它也叫做中键 中间的中 键是键盘的键 然后把它按下去 OK 这里的话啊 相当于呢 咱们啊 在对于室外来说 它是做了一个批量的调整 只是调节的是 它的一个一级校色啊 播放去看一下 检查每个画面 对比一下 它们的一个前后关系 看一下啊 光线 比如说暗部有没有过分 包括高光有没有过分啊 还有包括中灰啊 是不是正常的 那么在这里啊 很明显 咱们这个颜色上面来说的话 还是OK的 还不错啊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是室内的啊 这个室内线不管 这个是室外 嗯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啊 区别的 但是对于这个 它就不属于一个正常 为什么 因为对于人物来 上面来说 它对比太大了 你要把对比稍微降低一些 然后把它保护度适当的啊 恢复到一个正常值50 先不给它去加啊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是OK的 但是高光部分 有一些人物上面来说 它有些过曝 所以说你把高光 再稍微收回来一点点 把中辉适当的提亮一下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 OK 啊 然后把暗部 它有些太暗了 这一部分 把暗部适当的再去提亮一下 这就是不同的啊 片段 你要啊 依据 也这个片段当中 它的画面信息 再去进行一个修改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批量操作之后 一定要去修改一些画面的啊 它的参数 不能够啊 完全的和咱们的啊 以第一个为准啊 我一键批量操作啊 我就不管了 肯定不行的啊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 然后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对比一下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后的 相当于蓝天白云还不错 但是啊 你要注意 主要的镜头是在人物方面 在人物方面 它的对比就 有点太大 你要把对比度 稍微适当的降低 然后把中辉适当的是提亮的 然后亮部的话 可以适当压暗一些 看 这个就是比刚刚啊 它整体上面来说 是会比较好一些的 比如说外部 你可以适当加一点点 中辉再稍微亮一点点 然后亮部啊 再给到一点点就行 它的饱和度的话啊 在这里的话 相当于呢 你可以 比如说恢复到50 咱们回撤一下 影响不是特别大啊 如果说你想给它去加一些 现在啊 去加感觉还可以 但是啊 现在还不要 因为你要给它去加颜色的 咱们先还是50 包括在这里的话啊 还是把它的对比度 稍微适当的降低 然后中辉去提亮一下 亮部稍微再亮一些 然后暗部的话 可以再稍微加一点点 协调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啊 相当于在细节方面 咱们做了一些小调整 它不是最为主要的啊 不是最为主要的 行 这个就是啊 给大家去说到的啊 咱们的一些批量操作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室内啊 比如说在室内的话 我也是以这个为主啊 它的光线啊 也是咱们要突出的啊 光线的一个明媚效果 所以在暗部啊 你要稍微的啊 让它变暗 然后包括中辉的话 要去提亮 亮部可以再稍微亮一些 对比度啊 给它去加深一下 像这些小物件啊 空镜头 它的对比度啊 加深一些是OK的 保护度比如说 你稍微加一点点就行 稍微加到52.8 OK 这样的话啊 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的啊 这是咱们加了之后的 因为后面还是加颜色 所以说前面的主要调节的 就是它的影调关系 影调关系 影调的话就是你的光线 光线的暗部 棕灰还有亮部啊 它们整个的一个呈现 如果说偏移的话 对于整体的 你想让它再亮一些啊 你整体再去调都行 行这是针对啊 我对于室内的一个调节 我先恢复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把它批量操作一下啊 然后选择后面的 比如说你也可以像刚刚一样全选 然后呢 把不要的部分 这个再剔除都行 我在这里啊 回来之后 把你的指标放在啊 第七个片段上面 哎 你看 如果你放不准的话啊 它容易 就出错了啊 就在这里的话啊 我撤销一下 这一下子 那 还撤销不回来了啊 行 只能啊 在这个节点上面 我再稍微给它快速处理一下啊 这刚刚啊 这个误操作了 把对比度 对比度增强一下啊 行 它处理完成之后呢 然后你再把全部都选选啊 方车加A键 好 选选之后啊 咱们把之前的室外的 它比较少 你可以先剔除一下 这样就快多了 然后把鼠标一定放在第七个节点上面 这样的话 你的颜色啊 才能加到其他的片段当中 我们前后对比一下啊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后的 这里的话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暗一些 本身 咱们就要突出的是什么呢 突出的也是它 这个部分 利用啊 明暗关系 突出小物件 啊 那如果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比较偏灰的啊 可以再亮一些 整体啊 这个可以整体再去调节 然后在室内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之前的一个片段灰 咱们现在呢 把它对比度适当的啊 去给它提高了 其实还可以再去调节 把对比度稍微再加深一些 最后可以再提亮一些 亮部的话可以再稍微回来一点 暗部的话可以提亮 行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 行 现在来说的话啊 差不多了 咱们整个的一级校色的话 就是说大致检查一下 有没有问题 像比如说这个就比较黑了 比较黑的话你可以整体的再去提亮 然后中辉部分再去提亮 播放你的画面啊 去观察一下 中辉还是得需要再亮一些 亮部可以再稍微亮一些 整体再去提亮一下 包括在这个位置啊 还是中辉的这样一个部分 OK 这个啊 我给大家选择的是主要它前半段啊 给大家去做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如果是说 大家想把后面的片段啊 去做稳的话 自己可以课后啊 再去尝试 行来 我先把一级校色啊 给大家先说到这里 咱们休息 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我再把后面的二级调色 给大家去说一下 嗯 然后包括怎么去教你们使用那个浴室啊 行 我先把它关闭一下啊 先把它关闭一下 咱们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啊 再给大家去讲后面的内容 然后还有包括PR里面的一个操作 咱们先来往后面 听一个舒缓的歌曲吧 我的客包呢啊 怎么了 看上了我的客包是吗 你要看叔叔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记得刚才说的那个视频 好嘞 嗯 我刚刚给你们说啊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我最近做的一个 内容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人拍鬼log里面的一个 一节课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会有一个 就是具体的一个实操部分 先把音乐给大家关一下 思宝他比较忙啊 他没有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 这个的话是大山老师啊 明明看了很多流浆程 听苦他了啊 不要以他为出镜啊 还是对运镜 无从下手 在刚才的画面里 我其实展示了几种 最基础的运镜手法 不过很可惜的是 相当于呢 把这个一个人怎么拍vlog啊 做了一个就是兴趣延伸的一个内容 没错 运镜本身是可以传递 或者加强信息的 那么本期是 怎么觉得啊 他有点胖玩啊 相机拍摄出来 你说呢 那一般都会显胖 本人还是非常瘦的啊 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几位老师啊 还有一些在拍摄当中的啊 笑死了当时拍的时候 然后后面的话也会结合一些 主要的电影当中的案例啊 去给大家讲解一下 手机的一些操作 这节课主要是给大家讲手机 那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 按电类型的地方 啊 阿布原是跟着张奇老师 这种人还是分享在vlog中 比较实用的两种推运镜用法 第一种是逐渐让观众注意到 一堆东西中的重要物品 可是范围渐渐缩小 有一种慢慢发现的感觉 嗯 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当中啊 其实和咱们学到运镜啊 是有很多的关系的 想办法推向房间 让观众把注意力 集中在房间里 即向发生的故事 第二种推镜头的作用是 这就是天生暧昧的意义当中的 甚至给人物带来情绪 比如同样两个镜头 是不是左边呆呆的 右边则有一种 忧郁美男若有所思的感觉 推镜头强化情绪 在电影里也是经常出现 一般表现悲伤 就推得慢一点 这是我的人 当然也可以把这两种用法 结合起来 相当于给大家做了一个类比 怎么样花花感觉如何啊 这个就是《甜蜜蜜》里面的一个演技 对 是的 所以说啊 真的 很多东西都可以从电影当中免费学的 我们这个小说包的话 它大概价格的话很便宜啊 所以说主要是突破一些 比较就是实际的一个操作 相当于一个兴趣爱好 所以说价格的话就不高 比如这样的 利用镜头模糊做出的转场 那除此之外 快速摇摄还能给你的画面增加张力 可用来表现紧张激速的场景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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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能哭着 下次你表演一个演戏吧 那其实还有一种一种比较有趣的快速摇摄的 方法可配合着大幅度的动作 比如这个 这个就是显胖了啊 这个有点敷衍我 所以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原地转圈快速摇摄 并且跟随主体 就是在小范围的场景里 拍出狂奔的感觉 后跟镜头 我们可以跟后背 或者跟脚步 这种运镜 当然是一种 人物带着观众走的感觉 因为景别不变 人物也不变 观众的注意力 就会集中在环境上 要展示环境变化 在何时不过 除了硬切场景之外 电影中经常用改变 跟随主角 那是为了拍摄 给你们展示 第三方视角总拍的 会有刻意的感觉 终于不是失恋题材了 哎呀天哪 这是最新的 秦天老师的本人出演 除了后跟 我们还可以侧跟 侧跟镜头 更能体现角色的运动 以及角色和场景的 空间关系 长焦侧跟 观感上角色运动更快 景别更广时 则感觉角色运动更慢 平易运镜 我印象最深的使用场景 是科技板块的产品 从左到右展示物品 我们可以用稳定器 低角度拍摄 行 这个的话 就是给大家去看到的 关于那个 小课包 一个人怎么拍 尾道格里面的一些 课程内容 主要的展示的话 就是实操方面 可能会更加的多一些 因为可能我们在上课 直播的时候 直接做不出来 所以就是通过 就相当于一个拓展 用拍低角度的 一个走路的话 不要太低 因为稳定器 如果太低的话 它容易抖动 好 那么我再接下来 咱们听一听音乐吧 我再接下来 最近要怀旧哪一个呢 最近你们要 你们可以给我推荐一个系列 我是摆脱不了怀旧了吗 能换一首吗 可能我摆脱不了怀旧风了 这是 最近有没有老歌比较好听的 应该是一些华语流行吧 行 好嘞 17岁 行 山丘 要听山丘 你们可真 行吧 以后看来我的这个节奏 就是只能怀旧了 行 咱们刚好休息结束 大概也就十几分钟 已经到了 那么我等讲完课再给你们放吧 咱们接下来的话 要给大家去讲到的是有关于 咱们的二基调色的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 我说了它主要的一个基调来说 是小清新的这样一个色调 小清新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吗 温暖 带有一些治愈性 那么在这里你也可以通过加一个 其他的一个色调 偏向于一些温暖的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去提供了那个预设 也是非常不错的 待会的话我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先自己手动啊 去给大家去调一下 咱们再去建另外的一个节点的话啊 是 奥特加S键 建立一个串新节点 在第一个镜头当中的话啊 咱们小清新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是主要的是青蓝的感觉 所以在中辉方面啊 中辉方面和亮部方面来说的话 你所能够做到的啊 就是可以让它再偏 轻一些 我要通过啊 一级教色条 咱们要去加 因为为什么要通过一级教色条呢 是因为它加的话 每个通道再去加的时候 会非常的详细 可能有时候比这个一级教色轮 加的时候 它会精准度会更多一些啊 精准度会更多一些 花花这个记得不错啊 我觉得非常好啊 非常好 嗯 行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咱们来往后面啊 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把这个部分啊 蓝咱们 稍微加一下啊 但是你的画面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的画面来说的话 是不能够 就是聚焦到特别亮的地方 不能够聚焦到啊 特别亮 你要稍微的啊 把它转移过来 转移到啊 这个画面 它是比较的啊 没有说特别亮 是刚刚好啊 主要的这样一个画面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要你在调的时候 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 很多同学可能在调 老师 如果从它的第一针目去调 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从第一针去调呢 因为阳光太刺眼 它不是一张照片 嗯 因为你是听过 经过播放之后 你会发现 它存在的啊 时间来说是非常短的 然后就来到了中间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个是比较主要的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咱一定不要以它为准 太亮了 它会让你的眼睛 这个太疲惫 你颜色是调不准的 还有一个 大家也不要熬夜去调色 熬夜调色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会发现啊 这个调的也不准 第二天再去看 哎 这怎么调成这样了 所以说不要熬夜调色 它是在一个暗光环境下去调的 而且是在你眼睛不疲惫的情况下去调的颜色会比较准确一些 啊 但是你的显示器的话啊 显示器的这样一个屏幕没有任何问题啊 都是OK的 好嘞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给大家再去说一下 后面的一个操作啊 中规咱们是加了一个就是蓝 你要稍微加青 但是中规呢 这个青你不能够加太重啊 稍微加一点就行了 好 亮部的话 它主要的还是一个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 在这你会发现啊 刚刚就没有加准 青加太多了 稍微的啊 把青收回来 把亮部的啊 稍微的 它的蓝稍微再稍微加一些 然后暗部啊 同样的是稍微的 去加一些些的青在里面了 我们整理去看一下这个画面啊 整理看一下这个画面来说的话啊 它整理给人的感觉啊 现在加了颜色之后 还是有些暗 你可以适当的去体谅一下 把饱和都适当的啊 稍微调低一些 就是之前啊 这是加了之后 我们前后对 呃 呃 这个出现了一个小误差啊 什么样的一个小误差 不要在同一个节点上面 啊 不要在同一个节点上面 给大家说一下啊 因为在同一个节点上面 你会发现 你刚好哎 呃 想要去调它的曝光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曝光有问题 但是你想再去调就不好调了 所以一定要分开啊 在这里我重置一下 把它重新调节一下啊 把它的一级交色啊 咱们先叫的准确一些 亮一些 对比度增强 亮部再稍微增量一些 好 然后再去见另外一个节点 out加s键 嗯 所以一定要 这个每一个节点 你要记住啊 第一个节点 它始终做的都是 关于调引调关系的 然后第二个节点开始 它就要开始的是 你的二级调色 所以说每个节点啊 你要记住不要把所有的信息 都加在一个节点上面 一定要记住啊 加另外一个节点 有时候大家可能在 像我刚刚一样 做着做着啊 可能在回弹幕的时候 哎 我就忘记了 所以说在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一定要记住啊 把颜色加在第二个节点上面 啊 第二节点上面 是不是啊 有时候啊 这个可能说着话 说着话和你们说着话 哎 突然忘记了啊 千万不要忘记啊 千万不要忘记 因为这个时候 你想要再去修改参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难修改 所以一定要发现及时 好 在这里的话 咱们把暗部稍微再加深一下 然后中辉的话 稍微的啊 再 加一点点啊 行 这个我是稍微再修改 这个节点是没事 因为这个是你的微调 基本的第一个节点 你一定要把大方向要掌握好 好 在这个第二节点上面来说的话 咱们去给它加一个颜色 也就通过一交色条 把你的中辉部分啊 咱们先给它去加蓝 然后适当的去给它加轻一些 然后在这里把你的什么来着啊 这里不要出现的是一个什么 不要出现的是一个品红 品红不能够在你的小清新里面出现特别多啊 像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这个是加绿了 比如说这样 这个品红的话 它就非常多 在小清新里面啊 可不能加成这样 可不能加成这样 所以说撤销一下啊 行 在这里的话 适当的啊 去给它加 然后把你的亮部 在这个部分亮部来说 给它加一点点蓝进去 加一点青 然后暗部的话 适当的再加一点点青进去 在整个画面当中啊 现在来说的话 咱们是加的差不多了 中辉可以适当的再去体谅一下 这个节点啊 它不需要你加的特别的多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 你适当的只要加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点的颜色信息就可以了 本身来说 它是偏向于什么呢 偏向于暖 咱们现在啊 通过调色 把它稍微的啊 进一个修改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的特别的多啊 饱和度啊 饱和度千万的啊 不要去加太高 小清新的一个饱和度来说 不会像大家所想象的这样的啊 比如说把饱和度适当的 给它加很高 这样的饱和度啊 这个颜色就过了 稍微适当的要降低一些 你比如说你加到55都行 比如说或者60也行 但是你不要加成这样 这样就不好看了 适当的咱们给它降低一些 我有时候不喜欢饱和度的太高 这个也和个人的一个审美有关系啊 行 好嘞 这个的话咱们就给它加的差不多了 加了颜色之后 大家会发现 它其实呢 比刚刚来说 咱们所看到的画面会稍微暗一些 那你可以通过偏移 再把它的提亮一些 那这感觉 OK啊 适当的去加一些就可以了 然后在整个画面当中呢 咱们可以把室外景 都给它 批量操作一下啊 现在我批量操作一下 OK 然后咱们观察一下 这是之前的画面啊 你看我适当的 只是加了一点点啊 它就呈现这样一个感觉 OK 那如果说咱们啊 你觉得哪一部分加的蓝比较多 你可以撤回一些 让它适当的稍微有一点点就行 把它高光稍微压来压一点点 行 这个来说就差不多了 只要让它有一些 就是之前的 就是咱们加了之后的 包括在这个镜头里面 你看 它不需要加 让你加太多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就是一个 呃 我们来着 微微的去加 啊 微微的去加 行 然后这里的啊 这个就相当于室内的啊 室内 室外的话 咱们现在啊 我再看一下这里 这是之前的啊 这是加了之后的 然后包括这个镜头里面 这个镜头的话 整体它是有些偏暗的啊 适当的再去体谅一下 把中规部分去体谅 然后把对比度稍微的加强一点点 嗯 好 包括在这个镜头里面 行 然后保合同 你可以适当的再去加一点点 把这个保合都可以稍微加一些 行 呃 室内的话 在这个位置啊 咱们把它去进行一个修改 同样的 还是让它偏向一些小清新一些 我们把它 再建一个节点 out加s键 out 加s键 然后针对它的话啊 咱们可以把中规部分啊 进行一个加 蓝一点 那你会发现在室内 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你加蓝了 它的品红就升上去了啊 所以说在这里啊 有相当于它的红多了 咱们把它加轻一些 然后啊 在这里啊 中规的它的绿啊 这个通道 你不要变啊 咱们现在亮部再给大家加蓝 它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加的啊 然后包括暗部 你可以稍微加轻 暗部你就不用加蓝了 暗部可以加轻 然后中 亮部的 可以再稍微加轻 但是它不是那么过的啊 行 然后你可以把它保护 做得适当的提高一些 之前的啊 偏暖 然后啊 在这里的话 它是偏啊 咱们想要的一个 清冷的一个感觉 然后把它整体 再稍微提亮一下啊 这个对比度 可以加一点点 比如说把对比度 稍微加 加的那么重啊 然后把 整体啊 再去稍微加一些 让它 它就能抵消回来 行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之前的 这是咱们调完之后的 再给你们看一下 整体的啊 这是之前 这是咱们加了之后 然后再把后面的 咱们同样的啊 批量操作一下 我为了方便啊 我把前面的啊 室外的咱们去除一下 这个选中 行 选中之后的话 咱们把这些啊 选择第七个片段啊 鼠标滚轮键啊 中键按下去 行 它就有了啊 在这里看一下 这之前 这是咱们加了之后 现在来说 相当于 相当于啊 你看 已经改变了一些 但是在这个镜头里面的话啊 它还是有一些按 中规方面 还是有一些按 你可以再稍微 提亮一点点啊 整体再去提亮都行 饱和度啊 是刚刚好 可以的 好 在这里啊 咱们看一下颜色 这是之前 你不加颜色 可加了颜色之后 给你们看一下区别啊 它的风格化 它的风格化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前 这是咱们调完之后 感觉是不一样的 行 好 在这里的话 咱们的感觉就差不多了啊 你看 之前 那加了颜色之后 这个就是自己手动啊 去调节 那么在对于食物上面来说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它就不一样了 啊 为什么呢 食物 你的冷太多了 它的食欲感会稍微差一些 所以在这里啊 我要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调节啊 就在这里 嗯 这个是给大家去加了一些的 咱们播放一下啊 调完颜色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要稍微的播放啊 才能看清楚你整体的画面感觉啊 是怎么样的啊 这都忘了差不多了 是吗 哎呀妈呀啊 刚好啊 你们啊 这个我可以帮你们复习一下啊 行了啊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呢 咱们在这里啊 它有些太偏暖了啊 太偏冷了 咱们要给它加暖了 所以说啊 我要在我的什么呢 中辉部分啊 我把这个暖要稍微 啊 要稍微再拉回来一些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把我的暖 哎 要往上再去加一加了 啊 但是加你会发现它红太多 怎么办呢 你给它再加黄 哎 它就抵消回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之前的 看 它是抵消回来的 所以说以这个为准一些 咱们再把这个食物 给大家修改一下 嗯 你看 就没有让它哎 那么的冷啊 就包括可能比较暗 那你就稍微提亮一些 行 那如果啊 为了咱们啊 可能画面的效果更好一些啊 我可能会往后面 再去做一个操作 把它加一个咱们的 窗口工具 我把它作为一个 主要的一个 就是突出 咱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提亮 嗯 比如说在这里啊 咱们中辉部分 稍微提亮一下 或者你通过异焦色条去做啊 都行 相当于在这里给它补了一个光啊 给它补了一个光 嗯 行 OK啊 在这里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想让它边缘更 啊 语化一些啊 咱们可以选择这样一个窗口 啊 这样一个窗口 咱们把它边缘语化啊 语化一下 好嘞 这样的话啊 咱们整体的效果就OK了啊 整体效果就OK了 然后包括在这里啊 这个还行啊 还行 嗯 这个OK啊 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但是在这个啊 光比较暗的情况下 咱们适当的啊 要去修改一下 因为 你会发现啊 它稍微还是有些问题的啊 嗯 比如说中辉部分啊 咱们要去提亮 然后亮部要提亮 暗部的话 适当的收回来一点点 嗯 把它都进行一个修改 因为这里来说 它们是同样的啊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个场景当中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再去提亮一下 不要让它对比特别的重吧 嗯 按不是让加一些 行 啊 这个就是前后对比 这是之前的啊 这是咱们加之后 高光有些亮啊 亮部有些亮 你可以把亮部稍微收回来一些 这个主要人物来说的话 是OK的 甚至啊 它可以再亮一些 中辉可以再亮一些 嗯 OK了 这是今天的作业啊 没错 是的 行 啊 我在这里的话 相当于通过这节课呢 给大家复习了 达芬奇当中的 一级调色和二级调色啊 混合着一起用啊 相比说更加复杂的一些效果 其实我没有怎么去给大家添加 但是呢 这个片子啊 你调色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差不多够了 啊 差不多够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主要的一个交付的一个使用了 从哪里来 又 啊 干嘛呢 回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的 从皮尔里面来的 所以接下来你要知道 你要回到皮尔去 在这里啊 有一个 一错点 是在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选择这个 啊 千万不要选择这个 为什么 因为 啊 太大了 它是无损的格式 咱们要选择 H点264的 这样一个格式啊 要记住 然后接下来的话啊 咱们不用修改任何参数 点加 添加到渲染对立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 咱们啊 把它导出一下 你看 之前的话 我就有导出 然后把它删了吧 把它删除 然后咱们新建一个 好 选择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啊 开始渲染 一般来说的话啊 像这种旅拍啊 如果是说你可能打灯嘛 肯定挺麻烦的 它会有这种手持的灯光 手持的小型灯光 然后最好补个光 最好补个光 这样的话后期好调 那如果说你前期没补光的话 那你只能说通过后期的话啊 把它的局部啊 利用窗口工具把它选出来 刚刚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呃 刚刚我为什么使用窗口工具之后 没有跟踪呢 是因为它是固定镜头 固定镜头 所以说你可以不用跟踪 如果使用窗口工具 你的镜头画面啊 是一个运动镜头的话 一定要去跟踪啊 一定要去跟踪 嗯 那种手持的啊 它本身来说在一定的环境下 它的亮度是还不错的 那个比较实用啊 一般像旅拍的时候会用到 价格的话 像斯丹 斯丹德的话 那个的话是大概几百左右吧 嗯 啊 骑驴还没学达芬奇 你这跳着学呢 是吗 显得视频没有灵魂 啊 星辰海浪 你可以发给我看看 发给你的血管 让我给你看看 是怎么没有灵魂了 我可以帮你指点一下江山 啊 这个还是可以的 嗯 好 去学设计了 怪不对 那你这 听我说达芬奇 你会有点懵的 嗯 啊 70%了啊 80%了 差不多了啊 快了 发给你的学管老师啊 发给你的学管老师 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们看一下啊 如果你们有这个原创的啊 除了啊 就是正常的上传到作业通报之外啊 因为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抽查作业 我会重点的去看原创 因为高阶课啊 我主要看的的话就是大家能够自己去拍摄这样一个短片 嗯 然后剩下的如果你有一些想让我看的一些内容可以发给你对应的学管老师 这样学管老师会转发给我 我就帮能能帮你们啊 去看一下 行 这个的话达芬奇咱们就处理完了 接下来打开你的皮革软件啊 质量款软件一般啊 咱们两个来说的话就是来回啊交叉使用 来回交叉使用啊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有些弱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卡顿 一般来说电脑配置够用啊 是不会的还行啊 啊 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进行的就是主要的一个调色的导入 咱们备注一个文件啊 叫做调色 每一个在做的时候都要把它分开 嗯 你看这个是我之前调的 咱们就把它删除一下 我把它导入进来 咱们选择一个调色完成啊 全部啊 要全部把它选择一下 打开 导入进来之后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导入进来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找到一个标签 叫resolve 也就是咱们齐的一个英文啊 找到这样一个序列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哎呀 这是一个序列啊 resolve的 找到这样一个英文 找到这样一个英文 然后接下来进行一个双击 嗯 这个就是咱们调色的这样一个序列啊 剩下的你要做什么包装啊 添加音乐啊 添加音频啊等等 就在这个序列当中你去完成就可以了 像比如说啊 我刚刚给大家说推荐的一个片头 那个片头怎么去导入的啊 我使用的是一个2020的这样一个版本 它的导入方式啊 其实非常简单 呃 比如说你通过图形啊 安装 大家记住啊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图形 安装动态图形模板 点击之后的话啊 它会让你去找到这样一个位置 你找到咱们的这样一个 提供的这样一个素材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啊 它的后缀 是一个 mojrt的这样一个格式 记住 找到它 选中之后 咱们打开 打开一下啊 稍等一下 已经存在了啊 是 它有正常的一个安装 嗯 好嘞 那么在这里的话啊 就能够找到一个基本图形的这样一个效果 找到基本图形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找一下 我这个名字叫什么啊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个之前我安装很多 我们可以搜它的这样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 迷你 搜索一下啊 mrn 在这里啊 搜索它的一个就是名称 ok啊 是它 呃 杠四 杠四 ok 在这个里 嗯 是它 然后呢 你按住鼠标左键 一直按着它啊 把它拖下来 拖到你的轨道上面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会有一个就是 啊 播放一下 它会有一个动态 但是在这个动态来说的话 它遮挡住了你的画面怎么办呢 修改一下它的颜色预设 也啊 不是颜色预设 修改它的混合模式啊 混合模式 咱们让它变成一个啊 试一下 比如说绿色行不行 啊 绿色还行 那如果说咱们比如说把它变亮啊 感觉更好一些 啊 为什么更好一些 这不是转场啊 这是文字 标题动画啊 片头的一个包装啊 一个插件啊 行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啊 在这里你会验证啊 一般来说 你使用这种效果 它啊 在改变混合模式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是哪几种啊 是变亮啊 绿色 或者是说一些线性简单 和颜色简单啊 还有包括柔光和强光 会用的可能会多一些 这几个用的会多一些 那么在这里啊 我的变亮 哎 它不影响到我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就是画面效果 和我的画面完美的这样一个融合了 OK啊 我选择这样一个混合模式 它是一个变亮 记住啊 修改你的混合模式 是点选你的文字标题的这样一个动画啊 在这里啊 很明显 这个颜色信息就 哎 信息超载了 还有些卡顿 在这里的话啊 你可以去修改的有两个 我们看一下它文字 具体的这样一个呈现 比如说男市场 你打上这样一个英文啊 造死 然后加上market 就是它的一个英文啊 就比如说样片当中的 这里的话啊 我给它就是改变了啊 给它找了一个另外的这样一个标题 啊 打出入点进行渲染 打出入点进行渲染啊 点一下回撤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啊 比如说啊 咱们随便拼一个south 啊 男市场 然后在这里它瞬间改变了啊 比如说稍微小写一下 前面是大写 south 哎 怎么还是大写 O U T H South 啊 market 嗯 比如说第一个啊 是大写 啊 后面的也是大写啊 啊 A K E T 啊 OK 嗯 比如说随便打的啊 好 在这里 这个文字 咱们就能够进行更改啊 这个是修改它的一个文字 但是如果你想修改它的一个字体的话 那有点困难 啊 有点困难 嗯 改颜色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两个 边缘啊 这个改颜色 改颜色 嗯 比如说白色啊 这个字体你想要不要白色 但一般来说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千万要用白色 其他的 比如说啊 这个我用个粉红色行不行啊 这个也行 小清新一些啊 这个主题是小清新的啊 啊 这个是主要字体的一个改改变啊 那么这个颜色 比如说我让它变成一个啊 青色 嗯 选择一个保护度稍微高一些的 对 啊 你看 这样的话也行啊 但是在这里啊 它有点丑 还是我觉得白色了 哎 选择错了啊 就感觉还是白色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 这里 这个颜色啊 它代表的是 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颜色 我稍微选择一个粉红颜色 啊 OK 你看这样的颜色 也可以啊 也可以 这个颜色是稍微大一些的 白色和粉色啊 也行 或者说啊 你选择其他的清新啊 一定是要清新的颜色啊 不要特别沉重啊 行 好 在这里的话 咱们就相当于把它改变的差不多了 这个 这个 它是有一个动画效果的 大家看一下啊 它是一个长度的 那如果是说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是一个动画长度 你看就没了 然后后面的就是具体的这样一个展示 如果你想让它出现更多 你可以 课销一下 选择它之后 在out键 把它复制一层啊 比如说 你想让后面也出现啊 咱们就相当于把它复制两份 就让它不断的啊 一直去出现这样一个效果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 想要修改它这个参数 就在这里去修改就可以了 那么 其他的上面来说的话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啊 我随便的啊 去改改变它的 你让它出来啊 你看 它是有一个方向的 那么在这里啊 你就可以比如说 撤销一下 那如果是这个 它是一个上下的一个移动效果 还有这个是左右的一个移动效果 然后这里来说的话 是它的一个大小 咱们一般来说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一般用到的这个会多一些 也就是说改变它的一个啊 大小 因为刚刚来说 这个画面太大了 这个标题太大了 出现了 你看 这就相当于啊 我动了什么呢 动了它这个左边啊 比如说我再动 动它右边 然后出现在中间 所以一般来说 这些动画啊 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改变 也不要旋转 然后在这里啊 稍微让它小一些 给它定好位置 大概放在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合适了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是主要修改它 这个大小的这样一个方式啊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大众联网 大家可以直接去大众联网 自行下载 有很多免费的啊 还不错的 大众联网 不要钱 免费 不用打关键针啊 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动画效果啊 不用给自己再去贴麻烦啊 那就有点画舌添足了啊 就有点画舌添足了 行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至少是 18版本以上会好一些 要高版本 不要再用那个17了 17有些功能 你可能使用就不了啊 使用不了 所以我给大家说一下 18版本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有些功能你是能够使用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去说到的主要的内容 嗯 就是文字标题动画啊 文字标题动画啊 皮卡丘 皮卡丘你学过基础课没 我那你等我说完啊 等我说完 我一个一个来 行啊 这个的话就是交给大家去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啊 文字标题动画非常实用 在很多你们无论说接单干活 或者包括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都是能够用到的啊 行 这个我就讲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预设的一个添加啊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会有一个安装方法 你只要根据提示啊 像我2029的 因为它有一个图形 你可以直接在图形里面去安装 这是单个去安装 那如果是说 你想要多个安装的话 就要找到它的一个路径 那么在这里啊 就是已经给大家去进行了一个 呃 路径 还有包括就是windows的 然后还有包括Mac版本的 苹果电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针对2017和2018的 他们的主要的一个路径方式啊 在这里都有提供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啊 这个是关于文字标题动画啊 只有像这样的一个啊 它的格式你才能去安装下来 文字给大家说完了 调色也说完了 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安装啊 还有一个是颜色预设安装 这个等会儿给你们说 我先说一下这个啊 转场 这个转场的话 大家啊 先把它解压出来 解压到 把它打开看一下啊 在这里的话 它同样针对的啊 也就是说 这两个 这两个咋安装呢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你要记住啊 如果是PR里面的这样一个预设啊 它的后缀都是PRF啊 PRF PSET 这个是关于转场和颜色预设啊 这是颜色预设的它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咱们找到效果面板 找到效果面板 第二层菜单栏 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把这个面板打开 你找到这样一个 PRS SETS啊 也就是相当于啊 咱们的一个预设 选中之后呢 叫做导入预设 导入预设的话 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把这个啊 来自国外的74个打开一下 它就有了 就相当于是在这里 这个文件就是宝藏大树的文件 把它打开 嗯 这个是我之前按的啊 包括颜色预设也是这样的安装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就有一个啊 叫做74个转场的汉化版本的 这样一个预设 比较炫酷 尤其是在炫 那个咱们炫酷铝拍里面 会给大家去说的啊 会给大家去说的 这个是汉化版的 因为能够让大家去看到 比如说摇摆的 然后这个是拿几种形式 然后我再给大家去说一下 我先把这个删了啊 因为加太多容易卡顿 大家在做的时候 如果是出现这种红色 你直接打入出入点 然后啊 再回车一下 回车啊 我不回车了 因为我一回车 这个加载太慢了 你们自己啊 添加出入点 去进行回车一下就行 这会怎么去添加呢 最好去添加一个调整图层 在这里啊 选择一下 把调整图层拿下来 放在两个镜头之间 放在两个镜头之间啊 把它说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啊 不需要特别长 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随便加一个缩放转场 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啊 随便添加一下 它每个缩放其实是有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的话 选中之后 按住鼠标左键啊 直至这个小拳头变成这个加号啊 变成加号 把它打开一下 OK 你会发现啊 你每次在加这种预设的时候 或者插件的时候 它就哎 有这种红色信息 一定要及时渲染一下 不然它就会非常卡顿 然后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看一下啊 它怎么去缩放的啊 你看 它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咱们把它播放一下 OK 我把它关了啊 这就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转场 那如果把它打开 它就有一个 缩放转场 OK 那炫酷铝拍里面啊 用到的会比较多 红色的 对 如果大家电脑配置 如果不高的话 一旦出现红色啊 这可能就是崩的比较快 但是我不推荐大家一下子加太 这个像比如说 我给你们提供的 我给你们提供的啊 就是你安装之后 在你的视频里面 也不要加太多的 这样一个外挂 加太多 真的卡 你用什么 你就加什么 就可以了啊 不要加太多 行这个的话啊 就是给大家去说到的 行了 这是有关于转场预设啊 转场预设 那么剩下的 还有一个就是颜色预设 那么颜色预设 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在达芬奇啊 在PR里面 其实非常简单 在达芬奇里面 它有两种方式 通过LUT面板 你去添加这样一个预设 找到之后呢 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夹 然后鼠标右键啊 鼠标右键 咱们打开文件 这个呢 是达芬奇的一个颜色预设的 它的一个路径 你先把它隐藏一下 然后找到 我给到你的这样一个预设包 咱们打开一下 好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 咱们把它打开 嗯 也有它 然后你把这些预设啊 全部复制一下 控制夹C 把它放到啊 你刚刚打开的 那的预设啊 路径里面 然后把它 复制就可以了 把它复制就可以了 你像比如说啊 在这里 我会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 或者说你直接把它的文件夹 拖入进来都可以 把它的文件夹 直接拖入 就可以了 嗯 好在这里的话啊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直接粘贴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刷新一下 那如果啊 有些达分器版本啊 可能没有的 你打开项目 项目的这样一个设置啊 项目设置 打开一下 找到这样一个色彩管理 然后底下的话 它会有一个打开 LAT文件 打开LAT文件啊 两种方式 把它打开一下 然后在这里啊 同样和刚刚的操作是一样的 把你的预设 粘贴复制到这个文件夹 就可以了 OK 咱们把它取消一下 这样的话就 你的预设就在里面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预设 它是什么样子的 呃 接向于啊 它是一个温暖系列 啊 但是也会有一些啊 你像比如说在这里啊 这个是我自己 调完的啊 那如果你想让它 更加不一样啊 咱们把这个 比如说 我选择这个人物吧 咱们打开一个 它的节点 把它节点打开 咱们随便的啊 去添加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颜色关了 我再重新添加一个节点 加预设 呃 有个经验就是什么呢 一定是在你调完颜色 呃 调完啊 影调关系 也就相当于一级校色之后 你再去加预设 去给它 加了一个打底 呃 有相当于加了一层 简单的颜色 如果你想让它 在风格 再强烈一些 那可以在它的基础上 再对它进行修改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好 在这里的话 咱们把它干嘛呢 把它相当于呢 咱们添加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啊 你发现 哎 它有点复古了 这里 感觉不好看 在这里啊 感觉有一些 也不好看 所以说这个颜色的话 它比较适合的偏向于一些 温暖的感觉 会更好看一些 那也不 不一定啊 它符合每一个 你像比如说在这里 它偏要一些文艺复古的话 就还可以 文艺复古的 像比如说 在这里 它就有点太发青了 稍微看一下 选择一个 这个还行 这个颜色的话 就整体感觉 还挺好看的 像包括在这里啊 我把它也关一下 你再去加一个 串进节点 再去加一个辣植 你像比如说 你看 这个颜色的话 对不起 这个就 有一些比较的偏轻 我们加入进去 看一下 这个颜色其实还行 你可以 比如说批量操作 操作到后面室内 看能不能行 比如说批量操作两个吧 不操作多 然后把它批量操作一下 然后在这里的话 咱们 把中间的都关了啊 这就是比刚刚来说的话 它是 更加带有一些 复古风在里面的 也行 文艺复古风也行 然后针对它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还要再去 添加一个节点 为什么 你要去细致的一个微调 需要把量部 再提亮一些 把中辉也要提亮 因为它 它整体体现来说 它加了之后 它还是有一些 暗的 咱不需要特别的 太暗 所以说暗部 你可以稍微加一些 然后对比度 稍微加一点点就行 甚至你都可以去 加一个曲线 把它的对比 再稍微加的 稍微明显一些 你看 这样的感觉 你稍微调一些啊 就比刚刚你直接加了预设 什么都不调 要好很多 所以加了预设之后 还是要去微调的 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 去加你的辣的预设 而不是 就是加辣的预设 所以说啊 给大家说一下 我强调一下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后面的话 我也会给大家去提醒的 好嘞 这个的话 咱们就相当于加完了啊 你看 在这个画面当中 它就是达到了 我想要的一个 在我的画面当中 我不需要特别暖 但我可以让它稍微的 偏清冷的一个感觉 小晶晶的这样一个色调 好 这就是关于在达文奇 去加这样颜色预设 那么在PR里面 你也可以去加 就是需要 比如说 再去建一个调整涂层 然后你想要去调色的话 针对它选择之后呢 咱们找到你的颜色面板 找到颜色面板之后啊 你可以在创意里面 我推荐大家用创意 为什么 通过这样一个 look的一个添加 它是可以修改 它整个的一个颜色 预设的强度的 如果是通过 基本教证里面的LUT 它是修改不了的 比如说这个啊 推荐大家从这里面去加 如果你想单独去加一个啊 你可以去浏览一下 比如说在第四节 在这个位置 好 咱们随便加一个啊 你看 这个颜色啊 它就有了 你可以把它的强度降低 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细致的微调 就可以 稍微把强度降低 你看这感觉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所以加预设是这样加的啊 是这样加的 加预设 你加的好了 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方便 但如果加不好 那就是活 就是事故现场吧 事故现场啊 好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去说的包括曲线 你也可以适当去调节 嗯 如果是说想要批量去加的话 针对这个的话 那需要一些路径 那需要哪些路径呢 需要找到你的C盘啊 不是C盘了 找到你PR的一个安装路径 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夹 大家记住啊 我来给大家画一下 找到它 然后双击进去 再去找到这样的一个LUT 找到Correcting里面 把它复制进来 你看啊 这个就是我之前安装的 把它复制进来 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PR和达文奇 它不一样的地方 嗯 好嘞 这节课的话啊 我主要内容的话 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主要的话 就希望大家呢 能够 学会咱们的主要的 这样一个后期操作 那如果说 大家可能觉得 这节课的内容 你做起来有一些多啊 可以把它 不要完全做完 你可以剪十个镜头 也可以啊 进行包装调色 都是行的 或者说你把它的文案 稍微的改变 都可以的 把它的文案 稍微改一下 都是可以的 呃 还有一点的 的话是给大家 再去说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 想要去拍摄 那我就给你们 一个主题 给你们一个主题 主题的话 就是Vlog 那么这个Vlog的 一个延伸性的话 我就给你们 简单看一个片子啊 嗯 因为我看到 有同学说 老师如果想要 我自己拍摄 那我咋拍呢啊 那咱肯定 要找一个对标 那这个对标呢 你从哪里找呢 这个哎 这个是抖音最简单的 因为它的 哎呀 又是黑道A 然后在这里的话啊 通过它的话 咱们随便的输一个啊 叫做Vlog 上几课 其实我给大家看过 比如说 咱们订一个啊 起窗 大家可能会想 起窗还有Vlog呀 有 稍微简单一些了吧 有的 OK 当然好啊 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的话 有一些难了 嗯 咱们就简单一个 就是日常吧 稍微简单 就是你的日常 那我当然答应过啊 当然会 我断完直播之后 再给大家 再给那个花花看一下啊 嗯 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简单 这个呢 是大概是在1分23秒 固定镜头拍就可以了 固定镜头拍 段网的周末独近生活有多爽 可以忽略这些场景 嗯 可以忽略这些 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太精致了吧 老师啊 还有有宠物啊 不用 你要模仿呢 是它的一个 就是表达方式 还有包括它的一个 就是镜头的一些展示方面 这就很日常很生活化啊 就比如说你做一顿饭都行 起床之后给自己做一顿早餐 这个也可以 啊 茶叶蛋 还不错啊 看着 可是啊 你给自己做一顿饭啊 这种围绕个都行 不一定是旅游的 如果你能出去也行 啊 去公园 这个湾都行 去拍一下 像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简单 而且配的音乐比较轻柔 就治愈系一些 嗯 就可以了啊 如果喜欢拍摄的同学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这样的一种 啊 也可以 好嘞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啊 学会 我先断开一下直播 然后的话 再给花花说一下啊 那个视频 嗯 我看一下啊 内容的话应该都给大家讲完了啊 我先断看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